我這邊協助你做驗證好了 你等我一下 好快受不了了耶 你知道光是那個身份驗證 我晚上上完班11點 快12點到家之後 我幫我同學用那個身份驗證 我已經試了三次都失敗 然後這一次我同學就在我旁邊了 然後我們去 就做了同樣的身份驗證 然後又不行 說身份證是有誤的 然後現在克服又在做處理 哈囉大家我是Rod 那麼現在是早上5點10分 那我們今天呢 要用GoShare來騎GoGoro 類似算是乘充 就是自從那種大學畢業之後 就完全不會有的那種活動 所以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那個GoGoro的租借的地方 就是車子停放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機畫面上面 你就可能就走著走著 然後找到那台車 然後就直接去做所謂的租借 那等一下我們再錄那個租借的那個方面 OK那我們現在都借到了 準備出發了 應該要自我介紹 那Simon 好我已經念出來了 好吧 太慢了 好那我們現在要出發 然後GoGoGo 那就由你當實鏡頭的那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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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東西 原來它有分說 不過它的服務範圍 所以我們現在根本也不能在這邊休息啊 因為它現在這個地方是它的服務範圍外 所以根本是不能停的 所以等於說我們就是要騎回去 那我們就買平良的 然後又要騎回去了 車子差一點點的那個可以停的那個範圍 然後我們還特地又騎到了另外一邊來換 然後現在我跟Simon 就想說我們就搭火車回去 我們剛剛花了多少 你是133嗎 對我133 然後我是120 反正我們有扣80 就是有它優惠的情況下 還是付了100多塊 反正就是一個小時都有100多塊 然後大概15公里這樣 就十幾公里差不多啦 但是比較適合騎短程 對比較適合騎短程 真的就是你沒有機車你就騎短程 如果是長程的 當然你就自己 用你自己的機車騎就好了 市區以外的地方 然後你就盡量不要去喔 因為我是第一次用 我不知道它有那種服務範圍以外 像我們騎來騎美 就直接說不能停 然後又騎來那個台南航空站 台南航空站 你的範圍又那麼小 然後剛剛又停的時候 又說不能停 然後又騎到另外一邊來 如果真的沒有停車位 我就錯了 然後它如果沒有電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找那個電池交換所換電的 應該是全部都通用 不會規定說一定是使用服務範圍內的那個電池交換所 我們騎到肚子很餓 我們真的騎到肚子很餓 好煩喔 而且我現在好要拿著一個安全帽 因為剛剛我們騎到一半想說 沒有那個 沒辦法錄影 然後又回去拿安全帽 有一個圖了 真的難當啊 所以你們要多支持一下我 然後 反正我覺得GoGoRoad騎起來 就其實跟一般的機車相比 我覺得算還不錯 但是GoShare的話 可能很多人在用 所以我在騎的時候 我那個手 整個都是很 就是麻麻的 就像是過敏一樣 你是不會過敏 你是沒有 可能是那個把手比較喜歡 對它的可能比較新 但是我那個有人用過 太多次那個整個都磨掉了 所以他們可能要想說 那個情況要怎麼做改善 不然真的很不舒服 可以耶 我們坐那個高鐵 然後到台南站 然後再搭那個火車 然後回台南 沒辦法 這附近真的什麼都沒有 但其實我真的都沒有搭過 去往高鐵的公車耶 我上次都沒搭過 其實 等於說我今天是體驗到兩個 完全很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還蠻棒的 可以 我看誰 啊 可以 我看誰 有請 rash 他們 會 不要 你說 他 他 深圓金水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邊的 這邊還有一個外面的拖泥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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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站整個都換成超新的方式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很涼,走的過程很涼 以前啊,如果說要去 搭火車都要走那種地下道 那地下道就會很悶很醜 然後都其實不同風 走上面的那種天空步道其實還蠻涼的 所以其實還不參加區 要是我們一般的拖泥露台 在一起,我們會選擇 這些拖泥露台 我們會選擇 整個身體 就是他不在一起 那麼一般的拖泥露台 我們會選擇 一般的拖泥露台 然後我們會選擇 一般的拖泥露台 感谢观看